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尽量避免再摄入 那么什么食物会导致血管变堵呢? 这些食物会让血管越来越堵一 垃圾食品常见的垃圾食品如汉堡、油炸薯条、腌制食品、蓬化食品等不仅没有营养 而且热量较高,是很多肥胖者患上生活习惯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医学研究发现,全国大约有35%的心脏病发作与油炸食品、腌制零食和肉类有关 且常吃垃圾食品的心脏病发作率,比不吃或少吃垃圾食品就高35% 这也进一步表明,垃圾食品可能又发心脏病 二、鸭肉 鸭肉很香,且鸭油可溶于水 因此许多人认为吃鸭肉不会长胖 还有人认为鸭油可以清理血管垃圾 还特意用鸭油配饭来吃 其实不然,鸭肉虽然相对其他动物性脂肪的不饱和 只算是含量较多,但是依然含有饱和脂肪酸 摄入过多仍旧会对血管不利 因此,特别喜欢吃鸭肉的朋友要注意 为了血管健康,还是应该控制一下量为好 三、动物油油一般分为植物油和动物油两种 植物油是好油,属于不饱和脂肪酸 而动物性油一般是不好的油,属于饱和脂肪酸 不过,动物油中也有好油 比如,雨油中的APA和DHA等脂肪酸可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脂 对于防动脉硬化和高血压,都能起到一定功效 大部分的动物性脂肪因为饱和脂肪酸含量过多 脂肪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增加血液中的粘稠度 饱和脂肪酸还能促进人体血液中胆固醇 甘油三脂的含量升高,并有加速血液凝固的作用 促进血栓的形成 因此,选择食用油的时候尽量选择植物油 还有收入肉类食物的时候尽量出去肥油 可吃一些瘦肉,水煮的肉或鸡胸肉 且吃肉的时候,最好和蔬菜一块吃 四,盐浸餐时如果吃得过咸,会使血液中纳的浓度上高 小便量减少,而机体把水分滞留在组织内,引起水肿 而且,吃盐过多还会是血压升高,诱发心脏疾病,对血管健康造成致病的伤害 因此,对于盐的摄入不能过多,但是也不能不吃 最好每天控制在6克左右 五,精米白面 我们常吃的白糖、米饭、白面等,是代表性的精加工食品 长期食用会使我们的血管变硬,引起高血脂、糖尿病等心血管疾病 因此餐桌上应该增加粗粮、骨类、蔬菜、水果的比例 做到均衡饮食,现在最后我们人体的生命活动是通过饮食来实现的,而造成血管堵塞 让我们深陷病痛深渊的也可能是饮食造成的 摄入健康的饮食如蔬菜、水果、粗粮、骨类、瘦肉等均衡营养 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健康 如果经常吃或吃太多上述提到的食物,就会加速血管堵塞 引发多种心血管疾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